找前刮弧,我剛剛做過 找後刮弧,然後把它切割出來 這樣用ifl 最後完成的工是這麼長 跟你講說,哇,這麼長怎麼做 我的習慣是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完成 然後呢 會從上面往下做 但是只會在同一個儲存格完成 怎麼做,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首先的話呢 我會先用什麼 用那個 φ函數找前刮弧 這個是第一步 那找後刮弧很簡單嘛 公式裡面改前刮弧,改後刮弧就OK了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 第二步就是什麼 再把這個φ函數完成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呢 再放掉那個μ的函數 所以第二步 我們要用第二個函數叫μ的 mred 這個函數呢 它總共需要三個參數 按確定 第一個參數是test 顧名思義嗎 就是它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test的文字 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star number 意思說 那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啊 ok star number應該是 一、二、三 應該第四個吧 可是我怎麼知道是第四個 所以其實可以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來 做什麼呢 三嘛 意思說找到的前刮弧的位置 在下一個 下一個應該多少 加一嘛 意思說我從第四個字開始 然後呢 第三個問題是lumber lumber就是數量 charge是次元 意思說白話意思是幾個字的意思 幾個字 幾個字 那為什麼要幾個字 那我可以什麼 把後刮弧的位置 所以剛剛的公式貼一下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前刮弧改後刮弧 它就9嘛 有沒有 但是9不是我要 你會發現有後刮 9個字減掉什麼呢 應該是後刮弧的位置 有沒有 是大概第九個字 然後減掉前刮弧的位置 是第三個字 所以應該有六個字嗎 不對 因為我減掉的是 這個位置是三嘛 應該減掉四才對 所以會多一個字 怎麼辦呢 最後呢 再減掉一 然後發現 那當然 將來你們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不用急著按確定 你先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結果 有沒有 這個的資料就會顯示在這邊 這個是這個資料 這個是這個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得到的是不是 是嘛 OK 那你就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理論上 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 你將來自己從頭到尾打這一串 跟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好像用這個方法會比較不容易錯 OK 所以其實將來你要打公司 盡量找一個方法 也是一樣 不要出錯 就是好方法 那我的習慣 在這邊用是最OK的 當然用上面也是可以自己打 或者說上面你在自己打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那下面的話 其實它可以盡量放寬心一點 OK 按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 好 你會發現 基本上呢 只要有刮鬍的地方 就OK 但是沒有刮鬍的地方 就出錯 錯誤的訊息 那我要怎麼把它去除掉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的給的資料 常常出現在有的沒 但它不知道怎麼把它去掉 有沒有 就讓它 讓它 留在它的資料裡面 感覺看的真的是不太順眼 怎麼辦呢 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裡面有這個資料 很簡單 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公式有沒有 再剪下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你要寫很長的 這個公式 都可以分階段寫 有沒有 寫一部分 然後剪下來 貼上去 剪一下 甚至可以很長一串 但是絕對不是一次寫出來的 OK 但是你要注意那個技巧 這個方式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不容易搓 而且可以寫很複雜的邏輯 那記得 不包含等號 剪下來 做什麼呢 再插入一個ifl ifl不是在文字 它叫邏輯 所以你要找到邏輯 裡面的ifl if 其實它這個函數是 if加l 的二合為 if就邏輯 判斷 l就錯誤 是不是錯誤 如果是錯誤 按確定 所以value是說 把剛剛的公式貼 意思說你幫我把這裡面的資料 檢查一下它的結果 是不是有緊字號 如果value ifl 就是如果有錯誤訊息的話 有那個緊字號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處置 我要把它去除掉 不要顯示 那不要顯示的話呢 就是沒有東西 應該是沒有字啦 沒有字的話呢 你不能保留這樣 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它應該會出錯 你引述太少 所以請各位想一下 猜一下這裡面應該打什麼 沒有字 對 不能放空白喔 對 就是剛剛一樣VBA裡面用的 就清除的意思 就兩個雙以後 這個就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就清除的意思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而且兩邊觀念一樣 OK 按確定 好 再來的話 看到嗎 向下填滿 放開 全部不見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看到你的那個 資料裡面 假如一堆這種緊字號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那個公式貼上去 然後向下一拉 全部消失了 就是用哪一個 ifl就好了 有沒有 你就把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呢 後面就加一個這個 就大功告成 可是問題現在 當然 如果每次都要來一遍 那當然浪費時間 所以怎麼辦 最好旁邊加幾個按鈕 就是我們今天練習的 所以你想想看 如何把它變VBA 第一個VBA就是丟公式 把這個公式放到回圈裡面 清除 第三個按鈕呢 不要困難 就是如果我今天直接丟 不要丟公式的話 怎麼做 還有呢 寫一個叫 刮鬍自創的函數好了 然後就是什麼 彈開來就是 請你給我資料 那把資料給你 自動幫你找到裡面 有沒有刮鬍 有沒有 就今天講的 所以後面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步是 剛剛講的這個 第二步的話 試一下那個有關這個 今天講的那個 如何把你做好的公式 再跟VBA做結合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 實在是還沒有 這個熟悉 比較困難的那個VBA的話 你至少啦 一定要把什麼 丟公式做出來吧 OK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 拿來貼都沒有問題 因為 for i 等於 第二列到第十列嘛 然後 net 丟到b sales的 i列的b欄 等於什麼呢 雙子號兩個 把公式貼上去 大功告成 然後裡面如果有那個 列號是2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i 不就寫完了 所以 這個步驟啦 這個SOP 你就多多把它練熟 其實我覺得它的使用價值還蠻高的 很多東西 你只要公式寫出來 你VBA按鈕也可以做出來了 至少啦 你的工作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就會有按鈕了 你的那個label就是不一樣的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 你 只能用以前的函數你就重做 但如果你用按鈕的話 按下去就好了嘛 OK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的那個 我講的公式先做出來 第二個 如果待會有時間 先試一下 把那個今天講的那個 如何丟公式 然後清除 如果程度好的同學呢 也許再往前推進 後面那幾個東西 那答案的話 雲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你又做不出來 或者卡在哪個地方 雲端上也可以參考一下